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在吉隆坡呢 现在最新的这个数据是每天有3500吨的垃圾 这个3500吨的垃圾呢 假如说你以这个我们现在那个转应战 现在那个Taman Bringing 的转应战呢 它其实是它的这个操作的就是1700吨而已 就差不多双倍了 可是它现在可以就处理到2500吨 就是把这个垃圾转应到不给Taga去做土埋 所以说它就是说认为有这种必要来建 而且垃圾的产量日益增加 那么就是建垃圾缝烧炉就会就是行动委员会在反对 对它对环境有什么危害 对周围的居民有什么危害 我们的看法呢就是这样 因为之前呢有4个小型的垃圾粉画炉 20吨每天很少20吨以下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几个岛游 就是布拉朗高游 布拉丘曼 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 潘阔岛 还有在青马轮高原 这4个粉画炉呢都是不理想 就是因为我们有去做这个考察 觉得他们小型的就做不好 他们怎么来做大型的 而且这个呢 也在经过这个公账委员会的 正视了这个是他们弄得不好 的确有到弊端 这样我们就怀疑 而且有一些数据觉得 他们就是在表面上或者在文字上 他们弄得很好 可是事迹的情况呢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就有所怀疑 而且呢我们也对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大四 这个粉画炉也做出的研究 而新加坡他们就的确有一些小聪明 他们现在这个大四的这个离岸呢 而且它这个地点呢会 就是说你去东北季后风 或者是西南季后风呢 这个风向呢就会把这个 这种ash它会有flying ash 就是粉烧呢是这样的烟尘呢 包括那种很细的那种particles 这些对人体有害的 这会造成对人民常言来讲呢 会有所伤害 尤其是假如粉烧的那个 热能的度数不超过850度摄氏 850C 就会产生Dioxin Dioxin被证实是对人体有害 长远呢会造成胎症 对假如是有重金属 包括水银 假如是因为你垃圾没有分类好 一屁股就拿去扫 这的确是对人民不利的 而且所以说我们就说 现在呢政府也鼓励在沿头开始 segregation exhaust 从我们家里做起 这一点呢其实假如你做得好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假如是说从家里做起 你把要丢出去垃圾减少 这个的确是好事 可是这个方面呢必须要多方面的合作 包括政府 包括住家 居民协会 州政府 地方政府 包括清理垃圾的员工 都必须要配合 这点很重要 刚才你说新加坡做得很巧妙 它是设在一个季风的一个端口 所以这些会真的会吹走 它不会影响到 对它不会吹到它本身的国家去 而且它 他们这些就是有一点小 小聪明 它会吹到哪儿 对 在新加坡呢 而且它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是地方小 它建粉化楼就是没有选择 就好像日本 日本因为山多 所以说它也是建粉化楼 它也是这个粉化楼的先驱 它之前曾经是全世界最多的 粉化楼的国家 可是过后有一些 比较旧款的被淘汰 树木质就有所减少 对不起 可能它做得会比较好 现在的粉化楼是比较先进 不过呢 在日本的垃圾分类呢 超过六成 在马来西亚呢 最好的垃圾分类呢 是在槟城州 39% 其他的州数在 比如说是希拉德州 它还没有实行垃圾分类的这个 制法 可是它已经 让这个建造垃圾炉的荷叶 Awarded 已经收钱了给一个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和 中国政府联营的 公司 第一点是在Jeram 俄兰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 这几年来 行动委员会 在反对垃圾分化炉的一种建设 成果怎样 呃 我们拿个加东的来做比喻 因为我本身就是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那时候也是因为 是以居民学会主席的身份 把他们组织起来 大家向政府就是表态 然后希望政府能够以比较 環保比较绿色的方法来处理 可是政府方言一般上 他不要听我们这种所谓小市民啊 他要一些专家的意见 当然我们也找了一些专家 类似今年四月 我们就找了一个零垃圾概念的 这个Dr.Paul Connett 这个博士纪的 他本身就是提倡 绿化的 零垃圾概念的 这种最环保的方式 可是 政府方面 没有这个医院派官员前来和我们对话 我们找了很多这种 经营这些环保 在循环的工作者 比如说在这方面有一些专家知识的 我们也把它集合起来 就是希望各方面相关的人才 到来听另外一边的故事 当然 要建设粉化炉的人呢 他会说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尤其是官员也认这个是好 因为一般上他们在五年之内 就要面对选民 他就希望这个 孝金马上可以让人家看到 可是对人民来讲 这个是比较不市集的 而且粉化 垃圾的成本非常刚贵 尤其是说他们 现在 会以一个很好的 这个 paste up 就是把它 装饰起来 把这个WDE 就是所谓的 Waste to Energy 这个其实呢 是非常的不划算的 而且以垃圾来发电呢 是最昂贵的 而且在一般上 可以达到14% 只是一般的 这种 这个%率 然后 就是建设这种 粉化炉的人呢 希望他们可以达标到20% 这就是说生产能量 那么就是 在你们努力的过程当中 政府退步了吗 就是不在甲洞县方法 在甲洞呢 他们做出就是说 有可能有所 有点改变 他们就是有这个医院 把这个地方移到 这个Seren Da 这个Seren Da 这个地方 这个离开吉隆坡 大概也是几十公里 不远就是 万饶再上去那个地方 算起来就是说 因为的确在吉隆坡 假动机呢 我们很多高楼大厦 人口又很稠密 的确你 这个是一个即时炸弹 万一你处理得不好 就肯定会造成 对人民造成伤害 而且在Guala Lumpur 吉隆坡呢 是一个低洼棚 而且你假如是做出研究 当然假如是说 你看日本 他要建设一个 某一个分化之前 他做出很深度的考察 他甚至对风向 地形种种都做 做出测量 在马来西亚我看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所谓 这种这样 技术团队去做这样的 对 他主要要做的是因为 在当地 假动有一个 爪垃圾转硬站 他就想在 垃圾转硬站 也就是比较低廉的成本 就在那边 就低处理 然后 然后剩余的 他就才打算拿到 土埋藏去土埋 而且提到土埋藏 我们所谓的 Bukitaka 卫生土埋藏 我们的团圆 就去过参观 两次到三次 也带过一些 环保分子去做出参观 我们并不是说鼓吹 什么东西都拿去土埋 当然我们是从源头开始减少 减少垃圾产量 比如说我们也鼓励 不使用吸管 类似这样的东西呢 和种种的 商家 就是说和我们搭乘一个学医 让他们明白 就包括最近的麦当劳 他们不会自动提供吸管给你 就是说你有要求 他就给你吸管 不过我们就尝试 影响一般民众 尽可能 把垃圾的产量减到最低 也就是神奇 神奇 神奇